来,形容词子句,形容词子句,子句一路呢,会从你高中每一次月考,考到你的学测考试啊,这个子句是很喜欢考出来的, German Shepherd's Nuses,德国牧羊犬,超聪明的狗狗,我爱狗,德国牧羊犬的鼻子,can't smell things,可以闻到东西,闻到什么东西呢? Other dog's nose can't,其他的狗狗的鼻子闻不到的东西, 我养的是French ball dog,是法国斗牛犬,然后我们家那只斗牛犬,它专门去闻一些很恶心的东西,它很喜欢那种很臭的味道, 而且你知道是什么很臭的味道吗?动物的尸体,它对于动物的尸体非常的敏感,你只要带到野外去, 然后你看到它那边闻闻闻闻闻,我跟你讲,要么是死老鼠,要么就是死小鸟,要么就是死松鼠,在它闻到之后呢, 它接着就会躺下来,然后就在尸体上面磨磨磨磨磨磨,我就觉得我们这个孩子是怎么了? 为什么把自己搞那么臭?后来才发现原来这个是野生动物的一个技能耶,因为他们就是抹上那个尸体的味道, 就会让其他动物以为它死了,就不会去攻击它,我觉得蛮有趣的。 好,那德国牧羊犬它的鼻子是非常灵敏哦,它可以闻到其他的狗狗闻不到的东西, 基本上这个句子它是两个句子把它给合并在一起的,如果你的形容词子句还不是很熟悉的话, 尤其你们目前才刚刚高一对不对,你们国中是有学过形容词子句啦,但是可能不是非常的讲得很详细, 我这边就有帮你讲细一点,告诉你它是这两个句子合并而成的,第一个句子, 德国牧羊犬的鼻子,牧羊犬的鼻子可以闻到东西,然后再来哦, Other dogs knows this can,其他狗狗的鼻子没有办法怎么样? 哎,它这里其实有省略字眼啦,前面的smell其实这里也有,可是因为重复了,所以它没有写出来, 本来应该是说其他的狗狗没有办法闻到这个东西的things, 好,就是它前面出现的这个things,它们可以闻到别的狗狗闻不到的东西,我要把这两个句子合并在一起, 其实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前面加上一个and给它,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是在考会考, 我们现在准备要考学测,不可能考你这么简单的一个and连接两个句子哦, 所以此时呢,我们进一步的再去推,前面的这个and,它是一个连接词,请注意词性咯,and是连接词, 再来后面,smell the things,这个the thing,我们再把它给画起来,这个the things,东西,它是一个名词, ok,而且实际上呢,the things前面已经有出现了,对不对,我们可以把这个the things换得更简单,我用一个代名词来取代它, 其他狗狗的鼻子是没有办法闻到它们的them,所以我这里呢,其实可以用一个代名词, ho,答案呼之欲出,我们这里需要一个连接词,又需要一个代名词,有一个人,他可以直接取代连接词跟代名词,就叫做关系代名词,首先我们来看一下ation上that,这个that,它就是一个关带,本身它有连接词的功能,而且呢,它还可以取代后面的这一个that, 因此,因此我们的正确答案就是要选择a选项,好,我现在把整个画面清空哦, 呃,连我的答案都不见了,好,a选项,that,这个that,好,that,autodox,gnosis can,它其实就放在这个地方,在连接前面的句子跟后面的这一个句子嘛,好,你把这个that填上去,帮我打上一个三角形, 它本身其实是一个连接词,好,再往后看,autodox,gnosis can,其他的狗狗闻不到的,闻不到这些东西,欸,后面的授词在哪里,也就是前面的这个that, 所以它是双重身份,它既有连接词,又有代名词的功能,老师,你这样讲,我可以接受,可是,which它也是一个关系代名词啊, 为什么不能来选择c选项,我真的觉得c选项它是非常可惜的,因为which,它的确可以取代that,问题是,它前面是不需要斗点的, 什么时候才需要斗点呢,就是它的先行词,如果是只有一个的情况之下,有唯一性的情况之下, 我们才会给它斗点,但它前面就是things,我们没有唯一性,所以呢,不能选择c选项,差别在这个地方, 好,然后再来下面的猪选项whose,老师它是关带吗,呃,它是关带的一个家人, 它是关系代名词的所有格,所以除非你这个空格也要表现出谁的什么东西, 不然呢,你是不会选到猪这个选项的,而我们这一题就没有要用所有格嘛, 所以我们不会去选择猪,好,讲完了,这一题答案就只能选择that, 或者呢,你可以让它等于是which,而前面是不可以有斗点的,